豆腐花 最近天气有点冷 我们来试一下做成都的豆腐花 来做早餐 虽然并不是做的很正宗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成都 但是还是可以试一下 只要做出来好吃就行了 配料比较简单 就需要葱 虾皮 紫菜 芝麻 花生 酱料的话需要这三种 味道比较清淡的酱油 香油麻油 还有自己蜜汁的红油 芝麻和花生我们可以在烤箱里面稍微烤一下 因为没有油条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做一些稍微脆一点的东西 我就把春卷皮剪成了长条 然后跟麻油在锅子里面稍微炸了一下 把豆腐放在水中温热 撒入虾皮 放入蛋酱油 放入蛋酱油 倒进麻油 放入蜜汁红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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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豆腐酱油 放入蜜汁红油 放入蜜汁红油 炸过的春卷皮 放入蜜汁的红油 也可放入蜜汁 把烤过的花生和芝麻从烤箱拿出来 撒在豆腐上面 拌入所有酱料之后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吃了 咸挡的豆腐花 也叫豆腐脑 挺香 很好吃 这紫菜跟葱的香味 还有辣油的香味